欢迎回到独立特派语言的节目现场 为了因应气候变迁带来的粮食安全问题 日本不断为提升农业竞争力而努力 日本的小农经济人口老化 面对了难题和台湾相似 而他们的政策做法值得台湾学习 上个礼拜我们推出了日本农业新势力的系列 报道新农的辅导政策 而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 日本现在正在强力主推的新农业 叫做六级产业化 以共享经济的方式来创造新价值 高雄市政府从2012年 也将六级产业化纳入了农业政策 还推出了行农大联盟 将年轻的农民变身为现代潮农 现在就让我们来一起看看 日本和台湾的交流经验 在场的各位 我们的年轻人站起来一下 好不好 高雄市政府从2012年 鸡肉 台湿鸡肉 宫崎县的鸡肉产值 一年592亿 高居日本第一 做出来的鸡肉料理更是有名 尤其生鸡肉 是当地的招牌 一般鸡肉从市场买来 不论卫生口感都无法生吃 不过宫崎的地鸡 因为品种肉质的关系 只要姜皮稍微烤一下 就可以生吃 尤其种田农场鸡都是自己养 或是跟当地农户弃作 品质保证 一番大事 実はこの塚田農場というお店は 日本の全国 今200店舗ぐらい展開しています その中で 何故そんな風に大きくなったのか という話なんですけど まず直営有形状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で 食品の安心安全というものを お客様に提供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这天 有一群特别的客人 专程来这里考察 有形状が一般的 自然因素 三人 堂球 堂球 高屋から農協に出荷をする そして次に山屋さんとか 豚屋さんを置いて こういうお店は豚屋さんから仕入れる しかし私たちは 直下魔人 豚雑尽に 生産者等最初 お取引をするので 通常の肩よりも 通常の生産者よりも 高く買うことができます 台湾熟大會上 一群人忙著補置現場 台湾熟是由 宮崎產業振興機構 舉辦的台日交流會 台湾熟是日本在宮崎這邊 它發起了一個活動 因為他們覺得說 他們未來要跟台灣密切的交流 所以在密切交流的前提之下 他們必須先了解台灣 透過交流 雙方彼此不斷學習 高雄農業這幾年主推行農大聯盟 它的發想就是來自日本 日本在2011年的時候 它正式提出了 農業六極化產業的一個政策 那我們覺得這個政策很好 所以我們在2012年 我們把這個農業這個政策 農業六極化這個政策 正式融入我們高雄市政府 在推行農業的時候的一個 做一個施政的一個方針 那我們想說 我們在台灣已經推行了兩三年之後 我們想要來日本看看 他們推行的成果 跟我們自己所做的 有沒有什麼一些差異 所謂六極產業就是將一極農業生產 乘以二極食品加工 再乘以第三極的服務業 以一乘二乘三等於六 創造新的商機與付加價值 將新鮮的蔬菜水果蒸空冷凍 由營養師精心搭配 只要一小包 既可以吃到食物原味 又可以同時吃進各種不同的營養 一般冷凍的商品 スムージーとスープ そして常溫的商品 コーディアルとコンフィチュール というのがあるんですけども スムージーはもう 真空パックに冷凍になっているので それを半回通していただいて そのままお水と一緒に ブレンダーで混ぜて ジュースにして 召し上がっていただきます スープの方は そのままお鍋で 油仙で温めていただくので 本当に手軽にお召し上がりいただけます 不要以為冷凍的蔬菜沒營養 有越来越多研究指出 將採收後的蔬果急速冷凍 可以鎖住它的營養與價值 宮崎の県内の主に契約農家さんが 何か所かありますので そちらのところのお野菜の農家さんから お野菜頂戴して その契約農家さんと自社農園の分で植えてます ステーザー本身就是6級産業 1枚2、3級産業 因為透過層層中間商 對1級産業幫助並不大 而6級産業是借由一体 或是彼此合作的方式 開創新事業 少了中間商 生產者才能得到 穩定合理的利潤 然而這件事 對台灣小農來說 並不容易 因為我們市集現在很缺的 就是每個農民都很努力去種 種 但是都沒有人去把它做加工 技術也沒有 也沒有這個觀念說 一定要積極去做 我是希望這次看能不能學到 他們就是怎麼是一條農的方式 從農場生產 然後再加工 然後後來做銷售 日本未推動6級產業 其實是由政府居中協調 當農民後盾 全力支持與輔導 而台灣小農 樣樣都要自己來 實在很困難 宮崎縣政府的食品開發中心 由經濟部門主導 張氏中小企業或農家 想從事食品加工 他們免費提供技術指導 食品関係的相談件數 大概是1200件 那裡 中間には初めてこのセンターを訪れる人も多くいます このセンターの役割として 全く食品の加工をしたことがない人にとっては 加工のプロセス、法律的なルール、そして衛生管理 そういったことを基本から学べるというのが とても役に立っていると思います 食品開發中心理 所有加工設備 應有盡有 對想要投入二級產業的人來說 是起步的好地方 他們可以先租用這裡的設備 是作商品 特に農家さんは 作物を作ることは得意だけれども そこから食品を作るときに とてもいろんな制約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を 知らない人がたくさんいるので そういう人たちにとっては 食品を作るすべての勉強が このセンターでできると思います 等到市場反映不錯 這裡還有設計人員 可以針對產品包裝提供建議 食品の付加価値を上げるための 一つのツールとしてデザインがあります ですからその食品がたくさん売れるようにということで デザインがそこに関わってきます デザイン単独のゴールというよりは 作ったものが売れるようにというところの 日本の設計力非常強 不过最厲害的是 它們的品牌行銷 日本超市 每樣蔬果産地都標示得非常清楚 有的還會掛上生產者的照片和資料 其中以酷男率性為造型的百姓隊 這引人注目 它們的成員有25個 大部分是年輕農民 若者が一緒に日本に限らず宮崎 宮崎は地方というところなので 夢は若者たちが一緒に楽しく 援助しながら野菜を作ったり 所得工場だったり また新しく農業したいという人たちを 增やしていく活動をもってやれ 剛開始 它們跟許多年輕農民一样 對農村懷抱理想 却也賺不了錢 後來 它們找縣政府請教專家 將蔬菜加工做成一系列野菜醬 並且由行銷顧問 為它們規劃完整的品牌策略 使它們一炮而紅 工品を作るのは 食品開発センターとかの指導を受けながら できるんですが 作った商品、加工品を売る その販路をどうやって売るか ブランド作りをしたり デザインをしたり 一緒にコンセプトを固めたり ということを私は専門となって ご相談を受けるようにしています プロフェッショナルの集団なんで 分からないことがあれば 自分たちは野菜を作ることに関してプロ プロとプロとプロが一緒にこうなってやれば 最高のものができるだろう だから何かあったら 相談しに行ったりして 協力はおいてますね 穿着行農大連盟的制服 在超市研究討論 為了複製日本的成功經驗 高雄農業局這幾年 推了很多行銷課程 還特地請造型師 為年輕農民設計裝扮 拍攝封面人物 参加了這個行農的課程之後 不管是這一些行銷方面的課程 甚至叫我們美之美儀 還有跟客戶表達演講的這種課程 都是讓我我覺得提升我自己本身的能力 就是讓我在跟消費者介紹我的商品的時候 我是更有自信的 每一個人你不要看他臉板 他們早上六七點鐘就出去 這不簡單 那我們為什麼不給他一個機會出來國際抗旱 我想日本很重要一番 其實他們把種出安全的蔬菜水果 變成當成是他們農民的應該做的應該的 我期待的是我們高雄市的小農朋友 由我們這一代的年輕新農返鄉了以後 能夠帶動他的父子輩 然後能夠帶動他整個社區 去做好安全 去做好讓消費者覺得安心 那整個農村的價值才會呈現 市政府希望透過大聯盟 將從事友善跟做的年輕小農串聯起來 彼此合作發展六級產業 在高雄鳳山的加工廠 陳柏璋將自家生產的有機水果 做成果醬和各種加工品 加入行農大聯盟 他們可以相互結合一起開發更多新的商品 那我加入行農這個大家庭這個團體之後 我發覺其實有很多的夥伴 他們在於種植的部分有非常專業 以及非常好的一個技術 那他們種出來的水果品質 真的是沒話講得好 那最重要一點是 我認識這個人之後 我透過這種交談 討論自己的方式 我了解他是不是做的跟講的是一樣的 那透過這種沒有調整跟沒有添加 最天然的加工方式 把這些優質的農產品做成 最優質的農產加工品 台灣農業向來單打獨鬥 六級產業必須結合生產加工與直銷 如何跨業整合使農業具有高競爭力 新一代年輕人投入 台灣農業政策必須有新的思維 才能共創更好的未來 隨著年輕人返鄉 農業的生產加工到行銷 也有了新的觀念和改變 新農只是開始 一場新的農業經濟革命正在展開